中台湾也降下明显雨势 水库总算有所进账 像是苗栗泄民德水库 蓄水量增加约62万吨 大约是全线一个月的民生用水 而台中水情最严峻的德基水库 进账约254万吨 蓄水率也回升到2.7% 民众都期盼 梅雨封面可以继续为水库 带来充沛的水源 至于原定这周开始 苗栗台中公武停而限水 停水时间要再增加8小时 是否能够因此暂缓 中央还在讨论评估 德基水库的山壁出现一道瀑布 水哗啦啦的往集水区汇流 当地民众看到这样的画面 都觉得好疗愈 周末这波雨势 德基水库进账约254万吨水 蓄水率总算只跌回升 来到2.7% 另外苗栗也传出好消息 民德水库蓄水量增加62万吨 水面明显往上升 离水面差不多30公元 现在我手抓不到 那最起码60公元 初步估计光是周末进账 就可以增加全线一个月的民生用水 另外在鲤潭水库 29号蓄水率剩1% 也因为这两天的累计降雨 达130万毫米 水库进账200万吨 预计蓄水率渴望上升到3% 原本要架设浮东市抽水平台 也暂缓 这颗雨是让中部地区水库明显有进账 中央原定6月1号开始 公五停二限水 停水时间要再加8小时 是否照旧实施 中央还在评估 地方政府持续开源截流 同时也期盼未来一周雨神可以继续报到 让雨势缓缓的降下 尽早让民众脱离 看灾之苦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